大家好,我是紫桃老婆的老伯哥 今天来到了恒水果然大吉 受疫情影响吧 咱们这种攀位也比较少了 就像原来那么多了 外地的已经来不了了 因为现在需要48小时的核酸报告 所以说攀位比较少 干老婆的攀位少之又少 东西是越来越难逃了 那么咱们抓紧看一看 能逃到什么田石会老婆 我们看这个攀位上 这个攀位上卖一些麻脑 玉件这些都是工艺品 都不是老的 都是一些仿骨件 不过价格应该会很便宜 这种东西 这都是绣炎玉 或者是河南的南洋玉 玉的质量都不行 然后那这些呢 就是一些合成的东西 这些都是合成的一些便宜的石头 不过价格会很高 这些是爽骨料 这都是非常便宜的下脚料做的 价格肯定是出奇的品 这多少钱一块啊 二十 二十是吧 价格是非常的低廉的啊 二十一块 就是玩一玩乐乐的东西 然后这个攀位上一些玉件啊 这个是防火啊 这个瓶这是什么玉啊 是吗 和田的 和田玉 这多少钱 这多少钱 一千六 一千六 哦 人家的合成 你也看你淘着你的做工 做工相当好的 是 一千六 你看现在谁淘着这样 都淘着糖 我们也说 对 费费工了哈 嗯 先生温度的 是 是 看 你给多少钱 就不能给钱 给钱就卖了 嗯 这个 小狗啊 吊的 秋绝 这怎么卖的 六百 六百 老的 老的 其实也是个新的 哎 东西 嗯 突然发现有一天 哈哈 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卖老货的探位了 嗯 那个时候 说明真正的老货真是太能量了 嗯 你看一下 像这种小茶碗的小杯子哈 前龙年质款啊 你看 六面子 十分的 大海银 有点使用粉级的有些个 开支 又唱 工具 这怎么卖的 这个 这个 四百五块 四百五块 那些前龙年质 老货哥 今天到了周末了啊 老货哥呢 跟大家呢 一块来共同欣赏 会让这么几件藏品啊 那么下周呢 可能东西基本上就逃不来了 这个呢 是有几件的 也是老货哥手里的存货啊 特别是这个冰煤瓶 最后给大家介绍啊 那么大家首先看啊 因为逃来了这个青花小盘呢 就给大家会让啊 这俩呢 青花小盘呢 是一个太阳花的啊 青花小盘啊 发色呢 比较蓝一些啊 然后呢 品项呢 都是全品的啊 我们看呢 这个在边缘呢 任何的磕缝 非皮没有啊 品项还是不错的 拍子呢 十分的干老啊 略有一点点的粘纱 这个呢 就是我们晚清时期 特有的这种特征啊 这俩小盘呢 是晚清时期的啊 品项还是不错 口径呢都是14厘米啊 而且底下呢都带款式啊 这个呢 话不多说 东西呢 是非常开门大佬的一件东西啊 这个不用过多的解释啊 东西呢 就是开门大佬的啊 我们就过年呢 拆上的瓜子 糖果呀 或者是当个小供盘呢 上供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又可以学习 又可以用 又可以当碑城 又可以当湖城 两个呢一起走啊 洗完的话咱们就是担担担的啊 两个太阳花的 这个蝉织花卫的碟子呢 就请回去了啊 还是非常超值的啊 我们第二件去看这个人物的吧 这个人物的这么一个五彩的罐子啊 这种罐子的题材呢 老虎哥呢还是第一次给大家会上啊 我们首先看这个罐子啊 他画的是一个人物故事的题材啊 然后呢我们看这个人的 上面脑袋间下面非常胖的啊 这个呢也是我们晚清时期 是人物绘画的一个特有的特征啊 这个呢也是一个知识点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时期的呢 我们在通过他的胎体 我们看这个胎 包括他修足方式啊 诺皇诺皇的这种感觉啊 这东西呢 他就是一个光绪时期的啊 这些呢是我们光绪晚清时期 典型的人物画法 修胎呢也是这个时期的 包罗到民国早期也是没争议的啊 那么画片呢 主要画的呢是一个什么人物 是大家能看出来 这个呢就是一个 咱们进京赶考的这么一个题材啊 画有呢两三个人物啊 其中呢有一个是他的妻子啊 在默默的这个远送他的丈夫啊 进京去赶考 然后呢他的丈夫呢也是啊 手拿着这个鞭子啊 马鞭 然后下面呢会有一个随从啊 挑着一个担子 担子里呢肯定是装着 他们的生活用品啊 跟一把雨伞啊 然后呢底下呢是他的座机啊 这个座机呢是一匹马啊 然后呢这个题材呢非常的好 进京赶考啊 这种题材呢非常受到咱们市场的追捧啊 而且呢比较少一些 特别是我们罐子啊 香菌罐上啊 或者是瓶子上 进京赶考这种题材并不多 包括盘子啊 所以说呢还是比较稀有的啊 我们看他这个肩木啊 是文士开窗啊 然后话不多说量下尺寸 说一下品牌 古彩的人物罐呢 人物故事罐的高度呢是13厘米 然后呢他呢并不是一个全品啊 首先呢他在这儿这个口言这个位置啊 流传神工当中呢会有一个浅飞皮 非常浅的一个飞皮 老婆哥给他处理了一下啊 然后呢这儿会形成了一个短线 看了吗 那在口言上这儿形成了一个短线啊 到这个位置啊 这是他一个致命的缺点啊 在这儿呢会有苗里带的啊 带着一个一点点的这么一个小瑶列啊 也会跟大家说 也是在口言最上补啊 一丁点啊 就在上补的一点啊 这两处毛病啊 其他没有了啊 但是呢这罐子说 如果是一个完完整整全品品的话 肯定是过两千了啊 因为题材太好了 画的人物故事啊 进京赶考的 所以说呢这个呢 会给他一个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啊 喜欢的话咱们给大家 罐子高度13还是不错的啊 题材比较好 又是五彩 五彩呢比粉彩呢要少一些啊 那喜欢的就把它请回去啊 还是非常超值的 然后我们看第三件啊 第三件呢 豆青用的一个盖碗 我们给大家呢 会让豆青用的杯子盘子比较多一些 盖碗呢还是第一次啊 这个呢时代比较早啊 我们所之前给大家会让盖碗呢 基本上都是民国啊 清晚民国的啊 但是呢这是一个青中期的啊 没有任何的争议 开门大老 而且呢是原配盖啊 我们看一下啊 整个呢它的造型呢还是比较规矩的啊 我们量一下它的口径 首先它的口径呢是11厘米啊 这是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盖碗的 然后呢高度呢是5.2厘米啊 我们直接拿去气场就可以了 它呢这种呢 纯手工拉皮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元 就咬合度这么这么的好 但是这个咬合度还是不错的啊 整个的咬合度还是不错的啊 如果需要的话 也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合理的市场价格啊 喜欢的话呢 我们就是1080啊 就把它请回去了啊 今天到了周末了 给大家一个超低价啊 品项还是不错的啊 就是在这唯一有一个缺点啊 哎呀 刚才检查了一遍啊 有一个盖子呢是全品啊 因为这一块的这块不是磕是摇里带的啊 然后呢它上面有用啊 就是检查发现的一打光呢 有两个透明的线很不明显对品项会有影响啊 但是呢使用的没有任何问题 你看这么看是看不出来的 也是我大意了 我当全品买回来的啊 估计就要赔钱了啊 这个呢就是洗完的话啊 咱们就 按说呢应该是1000多块钱的东西 谁知道它怎么突然 这件的啊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罐子啊 之前呢给大家会让过啊一个同款的 但是这个呢个性呢比较大 换的呢更细路一些 我们有开灯啊开灯呢以后呢会很蓝眼会很漂亮啊 这是一个咱们非常细路的一个蝉之莲的这么一个罐子啊 为什么说细路呢啊 首先呢底下的画的我们看这个莲半文化的非常的规整 还有我们这个蝉之莲啊 蝉之莲文化的也是非常的规整啊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口 看着口部啊非常漂亮啊 这个胎质啊 诺黄诺黄的啊 这呢一看呢就非常典型的我们清早期的东西啊 一般的我们蝉之莲罐呢它是佣正时期啊 这个呢就是上线的是到佣正啊 然后呢下线呢也是乾隆这个嘉庆的东西啊 一看这个胎就看不成了啊 一看就清早期的 跟我们清中期的胎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再看一下胎底啊 包括我们胎里的活是红啊 这个胎有结合处啊 也是非常漂亮非常开门的啊 我们这个底也是啊 没有任何的磕碰啊 我们看一下磕碰 肥瓶没有啊 保存的非常的完好啊 然后呢画的又细路啊 个体又大啊 又配了一个红的盖子啊 这个呢就可以算得上啊 属于收藏级的这个东西了 我们收藏罐子就是收藏了这种美品的啊 然后呢实在比较早的啊 这种呢是我们收藏的道路上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啊 这个呢就是罐体呢非常的大啊 我们量线的尺寸 不带盖子的话 高度呢接近了21厘米啊 口径呢是21.5 它镀镜呢是非常的大 镀镜呢已经超过了它的高度 所以呢给我们感觉很圆圆的啊 就是不带高盖子的高度 而且这个盖子呢是非常的吻合啊 就是定做的啊 所以说大家要调整一下这个方向啊 把它盖进去啊 非常的吻合啊 这是一个红木的盖子 光车这个盖子的话价格也不菲啊 那么喜欢的话 我们也会给它一个比较合理的市场价格啊 一般的像这种东西 美品的实在比较早的价格呢都在3500以上啊 一般的就是4500 5000 6000啊 到了古玩店呢 他们基本上就是卖这个6000啊 非常正常的啊 那么我们的价格呢 可能远远要低于它的这个价格啊 喜欢的话啊 咱们就给它一个 它的这个合理的啊 比较低于市场的价格啊 就两个就不讲价了啊 喜欢的就把它请过去盖一个红木的盖子 我们最后呢来欣赏这个瓶子吧 因为老婆哥呢 嗓子有点痒啊 感冒了嘛 所以呢声音也大不了 一大的话就发痒 我们经常见冰霉瓶上冰霉罐 但是我们很少见那种方气型的啊 这种呢 天原地方呢 是少之又少 更少见 少到什么程度呢 有可能你见了这只以后 你下一只真皮就见不到了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确实是 我们给测一下 因为个体比较大 嗯 我们看一下啊 它的青花发色呢 是非常的漂亮 嗯 这种青花呢 运散感呢非常的强 而且呢 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的感觉 就是非常深沉的这种感觉啊 它并不是这个仿品能仿道的啊 仿品呢 它那个发色呢 给我们一看呢 就是一种化学料的那种发色啊 就是看了有些不舒服啊 但是我们这种真品呢 看上去呢 是非常深沉啊 吃胎非常的好啊 特别是这种用面啊 卫光邻里的这种用面啊 老化吉祥非常的明显 我们再看一下它所绘制的冰霉啊 冰霉冰霉呢 一定呢 会有梅花啊 我们看着梅花呢 也是非常舒展 而且呢梅花呢 画的呢 它都是大直的非常舒展啊 在我们的瓶口上啊 也是啊 啊 也就是说像画的这么细路的东西呢 是很少见的啊 为什么说天圆地方 我们看一下它的口呢 是圆的啊 然后呢身子是方的啊 所以说呢 是天圆地方啊 而且呢这个瓶瓶子的品级等级呢 会非常的高啊 这个拿出来跟大家来欣赏一下啊 确实是非常美的 这么一件器具啊 就是大家呢 很很难再遇到第二件一模一样的啊 非常的难啊 像这种 你要说什么箭筒啊 圆的这种瓶子啊 然后罐子啊会是很多啊 这种呢冰煤的方瓶的啊 有可能你就见过这么一只啊 第二只就很难了 我们再看一下它胎底 胎底呢 是一个China 我们再看一下的胎 东西老不老啊 开门不开门一定要看胎啊 我们看一下胎 是十分干老的这种胎啊 并不是像我们那些做臭的抹黑的啊 这种胎呢 是非常开门的光绪时期的 包括我们修胎方式非常的爽利 看到下面一刀过去呢 有关事啊 这个高度呢是接近了30厘米 这个呢 屏里面也算比较大的 我们一般的罐子呢就是十四五个啊 就算不小的了 十八九个呢 那就是大罐了 但是我们这个瓶呢 它呢达到了30厘米 而且呢手头呢也是比较厚重的啊 用的瓷毒量也是不小的啊 确实是非常漂亮的 这么一件艺术品啊 这可见我们古人当时的这个智慧啊 能把它生产出来确实不错啊 一方顶十元啊 这种方瓶顶不了十元 顶了三五个圆 圆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所以是超漂亮的一件 收藏里的收藏品啊 虽然底打了这么一个洞老外啊 就是那个价格了啊 这个呢上拍是没问题的啊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啊 喜欢老外哥哥的视频呢 在左下方帮老外哥长安三长工点一个超级推荐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去点一下关注啊 那么下周呢肯定呢 周一周二周三可能要休息了啊 老外哥手里已经没什么东西了 那么也是快过年了 祝大家呢咱们春节愉快吧 修一个美好的假期 谢谢大家